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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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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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艾伦 我这份礼物只选对了 真的不枉费我一番苦心的 不是 艾伦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接受 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说得很好吗 宝剑赠英雄 红粉赠佳人 我这是啊 瓜葵啊 赠佳人 奥陀佳人配之一 世界上啊 最纯净的东西就是水晶了 人们常把它比作 贞洁少女的泪珠 这一套精美的水晶酒具啊 如果美丽善良的许致里都不配合 那请问谁配合拥有啊 大家说是不是 对 谢谢 谢谢 这是艾总的一份心意 许总监你能收下吧 我说艾总啊 不是有心 是偏心 亲自设计生日主题 精心挑选礼物 你们说他不是偏心是什么 谁说我偏心了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的生日 我都记得住了 赛姆 你是八月十六号 小王 你是七月六号 刘露 你是三月十三号 戴维 你跟刘露差一天 三月十二号 不是 这也太神了吧 这么多人你人怎么记住呢 其实要记住你们的生日啊 一点都不同 我其实把你们每一位员工 都当作我的家人 你们的生日啊 我自然就记得住 既然上天让我们有缘相识 我就希望我们 不仅仅是同事关系 毕竟我们在一起 经历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 我更希望 我们大家能够相处得 像一家相亲相爱的人 在共同创造辉煌的时候 也可以创造更多的珍贵时光 你说呢 许姐 你说得太好了 真的很感谢 这样 以后这里的每一个人过生日啊 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 我都会为她准备一份 精心的礼物 好吗 好 好 来 咱们先当包嘛 好 谢谢 谢谢 来 许个愿吧 嗯 我们一起为徐总监 唱个生日歌好不好 好 好 女儿的生日都该忘了 我这个做父亲的不成职啊 我何尝不是呢 口口声声要做人家男朋友 结果连生日都给爸 生日办得挺热闹的 也挺体面的 可就是单单 他把咱们两个人给删除去了 下那儿可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想办法弥补啊 带手 带手 祝你生日快乐 许致生日快乐 闺女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你昨天还是芽芽 是一个雪雨的小女孩 不知不觉一张大海 我以为我可以举起你看到未来 转眼之间双柄一半白 过了半辈子对于人生还不明 自从妈走了之后 您再也没有给我过什么 我以为 你早把我的生日给忘了 想对你说 要努力啊 这么大的话 这么大的惊喜 我错怪你 对不起 这不算什么惊喜 爸还要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 从今天以后 你的感情生活爸再也不感受 给你空间给你自由 我再也不坚持你了 我还要告诉雷达 让他也不要再坚持你了 谢谢 谢谢爸爸 快点抱我过去吧 我抱不动了 陈总 不会 不会 画好漂亮 谢谢爸爸 是挺沉的 我先把他放回房间 雷达给你的香水 刚才我给忘了 谢谢爸 您早点休息啊 这么大岁数了 还整天盯上 怪力的 快点睡 晚安 希望你和这香水一样 给自己和身边的人 都带去美好 雷达 好 礼物已收到 谢谢你 如果不再无时无刻地跟踪 监视我 好 那我们还是好哥们 怎么没关 老雪 老雪 你这怎么还没换衣服呢 今天假样鬼子去郊区工作 再不出发来不及了 我点不舒服 是不是昨天晚上着凉了 没有 就是不舒服 老雪 上了岁数 得多注意身体了 好 要不今天咱们不跟踪了 走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去 我不去医院 实话跟你说吧 我变挂了 我不想再定了 什么 你怎么说变就变呀 怎么回事 不是 咱们定了这么长时间 你这艾伦也没什么问题啊 我不想再也跟走 什么情况啊 是不是 这个艾伦给许致过了个生日 你被感动了 那倒不是跟这没关系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艾伦不错 再定下就不好 你得了吧你 谁 是谁 到我工作室去 找我说艾伦 你这个不放心 那个不放心的 然后把我拉入府了 现在事情办到这份上了 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不是怕影响你工作吧 一点都不耽误 只要能让我跟许致在一起 我就是工作不要了 我也得找出那个艾伦的马脚来 那咱们跟踪这么长时间了 艾伦没问题呀 没有发现问题 就说明我们的行动 还不够彻底 我们的行动还留有死角 只要我们白痴干头 更进一步 我就不信 抓不到这个艾伦的狐狸一棒 那得跟踪多长时间 才能没死角啊 我们的蜂鸟行动 不能因为一时没有结果 就觉得一世没有结果 一旦停止调查 万一这个艾伦是下一个礼物 许致有个三长两短 你后头 我就不爱听这句话 什么叫许致有个三长两短啊 你盼我闺女好行不行吗 我闺女就找不上好人了吗 我就是对你闺女最好的男人啊 你她除了我还能找到 比我更好的男人吗 那许致还非你不嫁不可了 别太自信好不好 我闺女不是小孩了 谁对她好谁对她不好 她自己心里不清楚啊 这音乐怎么样 很棒 我感觉你的律动挺好啊 是不是学过音乐啊 我就是小时候啊 学过一段时间的钢琴 但其实我自己不是那么地喜欢 所以我没有坚持 到现在我爸还拿这个事说我呢 是我做事没长信 你呢 你有没有学过什么乐器啊 不好意思啊 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我接下来演奏的这个歌曲 我想送给台下这位美丽善良的 许致小姐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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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wing so cool and swing so gently That when she passes each one She passes those on Oh, but he watches so sadly How can he tell her he loves her Yes, he will give his heart glass If she can't do anything But each day when she walks to the sea She looks straight ahead and not at him M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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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 shoes 您太好了 你唱得好棒 建肖建肖 在你这个童子公面前 我真是班达诺服务 你要笑话我了 来 我考一考你呢 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 当然 《女孩的女孩》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流传最广的 是 阿斯特·吉巴特唱的 第一个英文版本对吧 对 阿斯特·吉巴特唱 她未经雕琢的 稚嫩的声音 再加上她娇羞的 葡萄牙语的腔调 给这首歌啊 增添了不少的南美风情 其实这首歌啊 还有一个背后真实的故事 你知道吗 是吗 不知道 那我跟你说说啊 一九六二年 在巴西里约 毕巴内玛海岸附近 有一个非常美丽的 女高中生啊 经常经过一间 葡萄牙名 Ven Vosel的小酒吧 这个小酒吧里面 有两个年轻人啊 经常私混在一起 当然他们也关注到了 这一个漂亮的女高中生 而且还特别喜欢 这个女孩 其实按理说 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放在心里就好了 但是 恰好这两个人是 大卫 雅各布和丹尼尔丹尼斯 这两个人是 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人和作曲人 是这样啊 对 他们俩不是同时喜欢这个女孩吗 他们分别呀 向这个女孩去表达了爱慕之心 但是结果 都被这个女孩拒绝了 所以啊 他们俩在同比相连的情况下 共同创作出了这一首 《女孩的女孩》 《女孩的女孩》 但其实你回头想一想 也挺好玩的 如果说 要是他们其中有一个人 追求到了这个姑娘的话 我们今天就听不到这首歌 是不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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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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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想一想 得不到的 才是最美好的嘛 问你个小问题 说 你们男人心里 那些得不到的爱情 是不是都会封存起来 然后在岁月迪当中 反复毁略啊 怎么说呢 应该不完全是吧 我觉得你只说对了一半 因为你看 其实男人在南海的时期啊 朦朦朦朦朦的爱情呢 是最真挚最热烈 最发自肺腑的 但也是因为这种年少轻狂啊 注定要和挚爱的人擦肩而过 相望于江湖 人过而立 慢慢步入中年 心态上少了那种 澎湃汹涌的感情 多了一些平静和沉寂 其实也是因为懂得了去思考 和沉淀 于是更加珍惜眼前眼 所以啊 如果现在要是有这样一个女孩啊 自信而美丽地走过我的心中 我会毫不犹豫地拉住她的手 把她留在我的身边 你 许致 从我第一天见到你 我就被你的自信和美丽所打动了 我很喜欢你 我希望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 可以吗 我想去上个洗手间 好 洗手间在那边 服务员 给我来一杯热水 那么嘛 我看不见 你这个人 是在打鼻子 我妈打了 我大概看看 我也是在打鼻子 我之前在打鼻子 里面有多些 Dakota 我跟乳吻方式 我确定了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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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紧张 谢谢 谢谢 来 喝点热水 我看看我开你又咳嗽了 我胃子不舒服吗 好烫啊 不能喝 雷达 你吓死了 雷达 你干什么 别拦着我 让我收拾那人渣 你别打人啊 怎么了 他趁着你不在的时候给你下药 你差点就着了他的道了 你知道吗 下药 下什么药你别乱说 我没乱说 你看 他给你下鼻药 你傻吧你叫 不是 哥们儿你误会了啊 许子是这样子 我今天看你一直在咳嗽 所以我就偷偷去药店 给你买了止磕冲剂 他在弹琴呢 我弹得太高兴了 我就忘记了 我看你去上厕所的时候啊 又在咳嗽 所以我才想起来 我就冲了一杯 兄弟 你误会了 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 你以为你这样做 是关心我 关爱我对吗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样做 很适应是吗 不是 算了 不是 雷达 为什么你总是这么 自以为是呢 我告诉你 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是个内心阴暗的人 因为只有内心阴暗的人 才会把别人想得 跟自己一样内心阴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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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去 只是误会误会 去医院 快点 行 行 这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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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太紧张了 我不用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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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笑话了啊 要不还是去医院吧 没事 没事 这一点小事 你去什么医院坐一下 休息一下就好 还有吗 看一下 有 来 拿这个压一下 行 塞进去吧 你看 这样不就好了吗 没事 放心 对不起啊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 我又不是你打的 虽然不是我打的 那还不是因为我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你千万不要自责了啊 艾伦 你永远都这么体谅我 我呀 还真得感谢雷达呢 要不是她造成了这次突发事件 我哪有这个荣幸 被美丽的徐志小姐 这么细心体贴地照顾啊 你说我是不是得感谢她 都这样了 我还有心情开玩笑 如果真的要说感谢 应该是我要感谢你 雷达是我的朋友 她今天这么冲动 我得好好感谢 你们没有还手 我怎么可能还手啊 这一还手 只会让我们的误会更加地大 而且周边有那么多无辜的人 一动手肯定会伤及到他们 更何况 何况什么 何况我今天的请求和诉求 你还没有回答我 我怎么可能就这么战死的沙场 佩佩佩 说什么胡话呢 好 不说胡话了 说点正经的 我请求你做我女朋友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 艾伦 你真的很好 你真的很好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很开心 也很轻松 等等 你是不是要说但是了 好吧 你说吧 但是什么 但是 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所以 徐智 你听我说 女人是用来被爱的 男人是用来主动爱女人的 你根本不用准备什么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只需要去享受那些被爱的感觉 对 就像你刚才跟我说的一样 跟我在一起的轻松 快乐 你跟着你的感觉总就对了 对吗 再跟我一点点时间 我考虑好了 我一定第一时间回复你 好吗 好 既然如此 我正好明天要回趟新加坡 出了一些公司的事情 我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 能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好 明天 啊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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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早上呢 就扮着脸 会长出文的 小致 今天 我是专门来给你道歉的 昨天 昨天真的是误会 误会 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 人嘛 总是有点缺点 我这个人 就总是暗惹可爱的人生气 比如你 但是可爱的人呢 又又又又又 非常有宽广的胸怀 比如你 你看这 这花 多好看啊 多香啊 像个大美人 比如你 做好的花 好看啊 宅在这儿 挺好吃的 我发生没水了 我上班呢 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的工作 我 我没打扰 我不说话 我不打扰我 我就坐在这儿 来 提热多喝点水 来 小心烫啊 来 来 能不能安静一点啊 我坐在这儿给你删 不说话 不打扰你 来 我饿 来了来了 饿了 我好饿呀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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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 许大厨盆泡面 吃吧 阿婆 这个月火吃飞又没了啊 有 要是天天坚持吃泡面的话 是可以坚持到月底的 我这天天运动量这么大 还吃这 这 这没营养的东西 我能坚持下来吗 老婆 我一说实话 现在我只要一看到肉 我那眼睛都放了绿光 我就想上去 要两个 要两个 我跟你说啊 这日子就是不能比 这一比啊 就显出好坏来呢 我再想想那雷达怎么追我姐的呢 汪国坤怎么对我妹的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打住 别往下说了 别往下说了 雷达哥是吧 那雷达哥现在是什么呀 雷达哥现在就是矮子放屁 他就得上赶着 你看追上你姐以后 那他就是白骨精遇到孙公 就现言行了 指不定什么样的 再说那汪国坤 他好也有钱 土埋半截的人了 你嫁给他吧 你别在这祸害人家兄弟 那汪国坤怎么了 土埋半截 他要是追我 他要是娶我的话 我就 我还真不嫁 还是吧 反正我今天表个态啊 这面我不吃了 我今天晚上必须要吃肉 必须吃肉 对 要不 去爸那儿 走走走走 统一口径啊 别说这个月花痴子了 你爸非得把我当肉给炖了 兄弟没毛病 走 换衣服去 下次回来吃饭提前打个招呼 别给我搞突然袭击 我现从楼下餐馆给你们买的 还行吗味道 有肉好吃 有肉好吃 你们俩怎么跟十天半个月 也没吃饭似的呀 没有 十天半个月没吃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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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 爸 我又的意思是 好久没吃到您做的肉了 别蒙我 我没老到耳朵背了 成了家的男人 要会算计着过日子了 他现在是非常时期 需要补养 你这个都不懂 以后怎么当爹呀 爸 我一定以后注意 下个月完全杜绝 断食断肉的现样 您放心 我保证 现在肚子里边什么情况 你说你总非得我问这个 这又不是能着急的事 还让不让人吃饭啊 对 老师 爸 大姐怎么不回来吃饭呀 他妈 他有什么好忙的 他跟雷达都分手了 下班不回来 你别咳嗽了 咱爸都知道姐的事了 你们俩觉得雷达跟许致 合适不合适 爸 大姐啊 肯定是觉得他俩不合适 您就别操心了 您看您这些 着急上活的也没用 对不对 好 太香了 你吃饱了吗 我差不多了吧 你吃饱了把垃圾倒了 行 我现在给你倒 好好好 这两只钩银是给你的 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 好 注意补啊 那我收了 回来了 爸在美食网上又学了一道菜 新疆大盘鸡 吃过了 哈喽 我知道你比我更爱他 谢谢你含心如枯把他养大 教导他指数大力 自信孤家 让他坚具美丽与才华 我以后回家被更爱他 再努力生个外孙陪你玩耍 这城市热闹喧哗 真真假假 我是全家敏锐的雷达 喝下这杯盖口茶 请你放心吧 他的未来就交给我吧 不管会有多少 风吹雨打 我都会好好照顾他 喝下这杯盖口茶 教你一生吧 家里的事都交给我吧 我会陪他走遍 我会陪你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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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城市热闹喧哗 真真假假 我是全家敏锐的雷达 喝下这杯盖口茶 请你放心吧 他的未来就交给我吧 不管会有多少 风吹雨打 我都会好好照顾他 喝下这杯盖口茶 叫你一生吧 家里的事都交给我吧 我会陪他走遍 海角天涯 世界直到我们是一家 也会陪他